所以我們今天很高興我們請到了三位貴賓 第一位貴賓就是伊蘭人文基金會的董事長陳希蘭董事長 第二位貴賓就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房詩弘博士 第三位是媽媽監督的電廠聯盟的陳太良研究員 我想今天早上我們一開始就開中美女談 其實台灣其實現在面對非常嚴峻的整個轉型 尤其大家從今天早上的會議裡面可以看到 台灣的碳排放量早上我們秀出的數據 2014最新的數據就是我們在人均排碳 在全球一千萬人口以上台灣佔第八名 那如果說台灣在這樣繼續高排碳的狀況底下 我們要繼續看能源產業也就是發電業這一邊 所以台灣的能源來源的時候其實這是非常的嚴峻 那我們也最近也做過一些研究 因為台灣的能源產業包括台電或包括作為IPD 民意電廠裡面藍美的發電接近百分之70 所以這是大家知道藍美發電就會排列非常多的二氧化碳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那當然另外台灣內部 這是國際外部的問題 台灣內部有核式的問題 有核式的問題 那到底核能的 謝謝 謝謝 到底 到底核能的轉向 怎麼樣配套在能源的轉型的過程裡面 我想這個是今天要談的一個重點 那當然在這個重點裡面我們知道 就是伊朗德文基金會陳董事長一直對於核能的議題 非常的關心 那大家待會會跟我們提出一些指教 那第二個大的面向我想是產業發展的轉型 我想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一直在倡議一個零成長 就是經濟GDP零成長的一個概念 那黃麗寧教授還在 我記得上次跟黃麗寧教授討論 他說他到時候對韓國瑜談GDP低成長 但是還是有成長 反正是三個概念 那到底這樣的一個產業的轉型 到底對台灣使用 台灣的產業過去 我們早上也報告台灣的產業發展其實還是非常好的 所以以耗能我們的能源結構各位看 又大部分是使用藍美發電 然後又想說透過核能來當低碳的一個選項工具 這就是2010的時候行政院的二高二低的一個政策 就是說核能要當成低碳的一個選項 可是大家看到核能現在大家對於它的風險的接受度又非常的低 所以這個部分有關產業的轉型或是GDP低成長 我想待會可以請方博士做一些補充 那第三個就是能源自理 有關能源轉型 裡面我一直在倡議的是 我們除了產業轉型的怠惰之外 我們還有自理轉型的怠惰 那自理轉型的怠惰其實就牽涉到我們今天大會的主題 就是公民參與 公民參與 那大家可以看到 當然透過這兩年 那個何明修老師離開了 透過這兩年的運動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事實上是公民的力量壓迫 整個台灣的能源的走向 開始轉向 所以這一部分的公民產業實踐其實是媽媽 現在當然有爸爸 建築核電廠聯盟 還有綠色公民集中聯盟 還有台灣環保聯盟 還有非常多的公民團體 還有大家的能力使得這個轉向 所以我想這是我們今天可以談的三個重點 那我首先我們很高興就請這個陳總市長 那陳總市長我大概兩年前遇到 陳總市長他非常關心能源的問題 那他我想就是秘書特別交代 那我也非常敬佩 陳總市長現在就是有疑患帕金深陣 所以他待會發言可能這個語言口詞 可能會稍微有點 所以就是要請大家見諒 那還是請陳總市長 謝謝 各位好 在這 我現在很榮幸來參加這個研討會 我今天不能不來 因為我是覺得 我要告訴大家 大家現在是台灣用可能馬鈴重現開始 最慢入最危險的時候 這個事情 幫我們查證分別 分別的基因不及爆炸 所以說 那我直接把這個事情 跟大家最後介紹 好 我們開始看看 這是我為今天帶來的一個語言主題 我們能力必須要把安全 才是勇氣的 的台灣 那能力到現在為止是最危險的時刻 所以核電的地帶方案我們有很多的方案可以 現在可以跟大家報告 不可不知的核一核二廠即將陷入高風險核能發電 今年歷經反核的洪流封存了核四個區間 政府卻轉而讓國際公正全球最危險三座核電廠的核一核二廠 企圖屆滿在研議二十年 盡量往後下屬重大核安危機 一 核能發電至今已三十餘年 台電連低階核廢料都無能力最終處置 更遑論 屬高階核廢料的用過核燃料 如何去除高溫摔電熱 與無解核輻射的最終處置 如此的安全議題 影響台灣土地與環境永續置據 二 至少需十萬年才無動化的用過核燃料 台電正爆量儲存一萬八千七百三十四樹 於四座核電廠反應爐置冷卻池內 導致冷卻池爆滿 致使核電廠面臨安全與存續問題 三 運轉期間 若發生天然災害或人為錯失 或因系統老化而故障等緊急事故 必須自反應爐中 退出部分或全數的燃料樹 供緊急應變及維修時 在冷卻池無足夠空間可用 核燃料樹退無可退的情況下 供衍生核安世界 這四座反應爐系統即將陷入全球核能界 絕無僅有的史無潛力及高度風險發電期 四 台電核一一號機主本次大修時 竟將原本因退化二實數 用過燃料 繼續在反應爐內 延燒一個週期的措施 台電與原能會 有的經驗與能力 可確保核電廠安全 五 燃料樹嚴育措施 冷卻池高風險爆滿 爐內燃料樹退無可退的核安重大議題 迫在眉睫的不可知高風險核能發電 正處於軌跡似伏的台灣 縱彎上述措施的潛在核安問題 台電與原能會 從未主動封開 永和對策與解套方案 視之國人 仔細影響台灣人民 環境與土地的安全 與永續置據 這是告訴大家一個 現在是現正的狀況 因為 我們的 南辣 中國人 南辣必須要退彎 如果沒有入期退彎的話 當然都會有 都會產生 產生 南辣 南辣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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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們到現在我們是 必須要面對 必須要處理的 最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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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核燃料 的 數量 在目前的一切 全部都是充滿的 那 再來看我們 他的用電的狀況 他的用電狀況 在台電的 在台電的氣場裡面 他在那裡 其實是幾百的 那麼多二百 他的成長是有限的 尤其是紅利 那 最主要的 台灣的 戰爭能源 的主要的 組織 都在自己選利 包括 礦場選利 還有 官民 還有 抽取選利 那 台灣的未來 戰爭能源的情況 希望 在目前 國際 能源的 市場的 下 的 降 或擴大 對 戰爭能源的前景 這樣會 更加困難 所以 我們就指出一個 現在目前的狀況 用國力來 期待 他們的一個 方向 這一點 就是 法 發電量的 情景 我們一年 大概是 一共四百億 一年 但大概 所有發電量的 百分之十九 這部分 發電量 也面臨到最大的問題 是 它的 燃料 燃料的時間 已經滿了 所以 它也沒有辦法 在 在 更換 這 非常醫藥基礎 現在真的大修 所以 這次修完以後 就到 一百億元的 餘月 最後就是 最大 最大修了 但是 很確實 一定沒有空間 也會被遇到 停機的問題 所以 合一的醫藥基礎 合二的醫藥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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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這樣的嚴重的情緒 那我跟台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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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覺 台電 對外面的 手術 的 解決方案 而且 沒有 沒有 那時候 它只能分離去 看我們 如果 入獄 這個 這個 關卡 但是 難道 人 如果 捏發 可以出 和 退出的話 我們 是不一定有任何的 正能 和正能 狀況出現 所以現在是 最危險的時候 這個 就是 持無全力的 很明確的 的 的 一個 最高風險的 一個 發電的 狀況 所以今天 我來這裡 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狀況的 一個事實 這是我跟台電的 資料裡面 這裡出來的一個 啊 台電的 發電的狀態容量 發電的狀態容量 我們發現它的 藍鎂 到進了 放進了 它這個 藍鎂基層 都 都 都 那藍氣的部分 最主要是在 通宵的 效率 太低了 所以 通宵也是 開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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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電的 一直 我跟她真的報告 比現在的 檔疫 檢疫 難免的 機組 的 裝置容量 都不輸給 有一些 哪比 一個 機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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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 它的裝置容量是68萬3000瓦 我們的火力發電基礎最小的時候有80萬3000瓦的裝置容量 在系統來講火力的發展是台電主要的因績 也會用火力才能夠應付未來的控制的缺口 所以用火力才能讓這架位置在這架 如果我們的火力再不再不發展的話 這個再不能力的發展幾乎可以說是提供的 所以它們的工廠是全世界全時代的盤益 再看一下一個 所以這種資料做的價錢 加是增加的裝置容量 這每一個單位是海外千瓦 大家就發現 在這架能力每一個都增加一個數字 但是我們從台電的資料裡面看不到 這數字的實質是來自哪裡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那就是在這架能力的發展 在台電主要來講 已經被放棄了 那從電腦的主意 如果假設是五入行的話 那我們按照台電的等資料來做 然後一百平坡一百一十四年的話 我們的裝置容量會增加五百幾乎 五百幾乎五百千瓦 這等於一年可以 如果它的優勢 文化優勢是百分之八十的話 那它大概是可以增加到每一年 三百三百十一度左右 可以增加現在用力量的百分之十五 只要在未來的四年內 我們的台電的裝置容量 可以應付的是百分之十五的增加比例 所以十年每年大概1.5% 所以這次可以在現在的狀況之下 不需要 不為不至於有漸漸的狀況 我記得陳某立教授跟我講說 只要台電哪一個人說 切給你 那個人就請他下台 把他換掉 台電就不會切給你了 這是正點要多多幾 你做發覺人家 你既然說會切給你 但你就把你問題上讓掉 那你也把我的人去做 我記得發覺說 如果他一定要喜歡他董事長 他很高興 因為 好解 好解 對等於方面也會有投入 不過 這叫 發電的 發電的 技術 總會太多了 這不是力量可以做到的 所以台電到目前為止 我個人的感覺是 核對的 擁合者的 舊勢力在台電裡面 是分針定物 尤其各位的保持 連董事長都要聽 都要聽他們的 所以 核對的利益 在台電的分針定物 這是我們所擔心的 但是到現在為止 台電說核對 核對的發電是最便宜的 我們去 我們去 正常培申請 也有機會 黃岡翔建討委員調查 他說 核對幣不是最便宜的 那 台電還在說 這不到一般你的成本 他要繼續 要繼續發電 要不然就會缺電 所以如果大家 大家如果認同 什麼教授所說的 你最發電的專業者 你既然說會缺電 那你就 你就比較 你就不適合 在這個位置上 繼續領導 所以你在領導 你還是缺電 不用說你 還是會缺電 所以 我們大線為止 我們在這各位 我們主要認識 正經理 可能發電到現在為止 所產生的負面的效果是 當然大家在談的 會欺負的問題 最主的就是耳味 裡面的布 差不多10萬元 以上才會無毒化 這樣的黑心電 我們還能夠繼續用耳鏡嗎 我們台外面的日本人 跟我們台外面的日本人 跟日本的實力 像日本這樣造成再一次的 廣東又一次的 富島核災 所以核廢料是 最 最 最上映金最誤解的 所以 我們 基金會也在追 在追蹤 比照 美國藍代 藍代委員會所 決議的 成立的專者機構 專門處理核廢料 跟電腦處理的問題 因為如果 電腦處理跟核廢料 處理都給台內機 做下去的話 來電腦會訪問他 他有成本問題 他會隨便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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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他處理掉了 但難以 這麼粗 粗暴的一個行為 那 剛好是 幸好是 在 在去年的8月 19號被 發布 來電腦要做 乾脂子紋 是露天的 那 我在那天 我就睡不著覺 我就開始想辦法 在西北市議會提案 請 請 朱世然 聽此話 得話 那個 隨足保持的 反共證明 來把這個 乾脂子紋 躺下來 假設乾脂子 沒有躺下來的話 今天會什麼結果 我告訴各位 我們的 清北市 就是一桶 六桶公子 高四桶公子 的 一個 的 的 的 會有 兩百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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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一加加二 會有兩百六十二 會有兩百六十二 和一加加二 密切 我把他 主持這個 乾脂子紋的 黃博士 請他多次到 機會來談 我說 你現在把他 來到這 從水池裡面 拿出來以後 換乾脂 乾脂換了 三十年 四十年 二十年 你說沒有問題 那四十年以後 這 頭要換掉 要換 你要怎麼換 他說 把他拿來 原來的水池 我說 你電場要處理 你哪裡有水池 他說 他們會在做水池 我說 從你的計畫書裡面 看不出 你有再處理的能力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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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 完全都沒有 你連一個 你連一個 執行生的 執行生的 職業都沒有 你就要處理 什麼 怎麼樣 這麼 這麼樣的 那個 哈 所以 我們xic 我們這幹 所以 我想與大家 這個辦法 其實要解決電的問題,不然 這是很簡單,是台電的派系的問題 是內部的問題,不是外在運輸的問題 這樣我想看 好,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做的報告 因為要處理,我們要處理的 合一、合二、合三、三的幾組 加來處理 合一、合二、合三的幾組 加上 合一、合二、合三的幾組 加上 南七的幾組 總共是 是 10.5Kg 那 南七的幾組 要幾組更新 跟我們測試一樣 因為越來越,效率越高 這 發電機也,幾組也是一樣的 它的效率提高 它的動作能量也提升 所以 天南七跟南美的幾組 都 都不小心 合、合、合、電坦的任何一個幾組 那 在這114年以後 114年 總共會 因為更換幾組 在正能源的 部分 壓總 是可以增加 5.9Kg 大萬的 這等於 這乘以這每一年 一年的 80%的 同樣因素 在乘以 8.7.6.0每小時候的話 大概 是 可以增加 啊 兩百多 兩百多 兩百多數 這這樣的一個活力 這對台藝人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我希望大家在做訪訪的先進同學 先進同學大家好 因為我們必須要面對這是一個 台灣的要把荷魯 要投入回家裡的 必須要把荷魯的 富裕量和活力的人的期待 沒有其他辦法 所以這是一個 我的報告 這是我們建議說 如果台藝人要起訴委診 台藝人要對付的話 就要進一步要支持 台藝人在大坦建議第三個 第三個有人去接收站 所以每一年只要 八百萬噸的天然氣 每部用電攤就可以解決了 那他 他做什麼例外 還有很多的 很多的 很多的 很多的車 各位 再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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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我對台藝人的建議 啊 火力基礎要分析以外 你 你 很明顯所購買的電燈成本 以及量 要重新 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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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連 frontline 著 快速 estyle 飲食 檢疫 awsze 丘 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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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坦的效率最高 大坦的效率可以達到56% 如果在南部發的話 只有45%的% 這兩個相加減 因為太陽氣的累送 可以增加每一累施 加近二十億度 為太陽帶最少 最少四十億以上的利潤 我也為了這水域的抽息 到臺電的工資器跟他談 抽息水域是 每一天的用電的 健康時刻 抽息水域是最好的 它是可以出能的 如果再次能量發展 就是要抽息水域的搭配 抽息水域是 它用水的肉它發電 它有上水會下池的功能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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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我們的貝歐農運行力的 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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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負債都管理 這是美國流行的 就是當我在JO工程不足的時候 我就跟你買了一筆不要用電 我給你買了一筆多少錢 讓人免用戶的大陸 能夠在離用之前不要 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 把離用後面的服務賣給台電 他可以賺你差價 第六個 提高跟夏立是基本的要件 第七個 我曾經看到一個同學 他是東俄康鐵的董事長 我就叫他說 他說你應該被做余熱回收吧 他說對這麼便宜 幹嘛做這麼便宜 他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 一個鋼鐵工資 然後我竟然講出這樣付出責任的話 所以我日本認真做的 沒有做 沒有做結業的人 跟熱回收的大陸 應該可以免稅 再來我 我對空機的發展 我是認為 空機現在 的空機都是2MW 是以前的老機種 在台灣的空機都是聯合國 台電買的都是不同國家的空機 因為這是台電花的 空機最大的一個障礙 那 舊的空機高度只有50米 那就 就在 在目前的空場 在陸地空場 裡面造成很多噪音 所以 紅禮發展做到民間的環壇 這大家都看到了 這個 這個紅禮發展是 可以做到 180到120公尺高的高度 而且它的裝置容量是 5MW以上的 有大機型的 這是 這是空機發展的 未來的一個機會 所以 空機發展 我們 台面有 有 有招標那個 海上的空機 但是我認為這是不太可能的 我們就暗示 在台灣旁邊的設置一個 在台灣沿海的暗示 沙灘跟馬路中間的地 都是屬於空有的 你可以在這上面 在這上面做紅禮發展 這是一個 比 這地基的架設 跟噪音的 被害 還讓這一條片掉的 的聲音 幾乎都可以 都可以解決 什麼一照 每天都打電話給我 黃西團 紅綠發展 我說紅綠發展 在談 也能推動 因為政府 因為政府 政府 台面 把紅機是 讓 日立是 和魯的殺手 黃綠發展是 和魯的殺手 所以 這是一個 不會 这些都是天然气的下半秩序的 再跟各位报告一下 因为核酷发电的风险起最高是从现在的开始 核酷的药汐煮开始运转以后就是开始 那是高风险的核酷发电 因为这是一个退屋可退的燃料核酷 日本的4号基础也是最严重的 所以我们的核酷的核酷放在很坚实的量 大国里古道的两倍 如果以一个基础而言 如果以前过来才是大国里古道的8倍 在我们一来有机会的网站里面有电子报 这只报有从第一期到155期的内容很多 大家就可以看 如果大家认为我们有不清楚 需要跟你报告的 你都尽量欢迎大家向我们机会员 所以我们继续的能够感谢投影机 能源转型的策略 我想最重要的几个方向 第一个当然就是核飞票的储存的问题 第二个是我想天然气的替代方案 然后使用静美的燃煤机组增加它的效率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那当然就是说台湾的能源转型 需要有更多的这个公民的参与公民的对方 我想真实今天我们大家共同要思考 那明年全国能源会议 其实现在已经在召开分区的座谈会 那大概它的发展方向 到底未来的发展的这个政策方向是什么 我想需要大家共同来关注 好 那我们接下来其实就请绿色公民行动联盟 而从博士跟我们做相关的一个报告 那今天来看的会议 好 谢谢周老师以及封联中心的邀请 然后可以在进步的从不同角度去思考 那我现在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理事 那同时也在台湾这边跟子伦老师 做一个台湾再生能源发展的 相关争议的博士后研究 其实如果大家有在关心 全国能源会议的议题的话 大家就会知道 今天其实是全国能源会议的主战场 对 社会团体的分区座谈 对 主要的大乱斗大家都在那边 对 然后所以其实 对 米修老师跟周庚文老师都走 有从早上一路停下来的 因为梁文老师大概都有提到 绿盟在反国运动过去几年 在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还是快速回应一下 就是第一个 反而起真的慢不到什么钱 对 反而起不会是一个 NGO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而且老实讲 投入那样子的商品的贩售 生产或什么 那个其实非常累的一件事情 对 但据我来说 其实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跟政党的关系 那我倒是觉得就是 和平修老师那天文章其实非常重要 就是去看台湾的社会运动团体当中 怎么样去维持跟国民党、民进党两大政党 然后又怎么样在台湾 这样一个其实缺乏 左翼、胜利的社会当中 维持跟两个 其实根本上都还是右派意识形态的 政党的互动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但这绝对不代表说 就是像明俊老师讲的 就是我们都制造了国民党 然后国民党不利 我们什么时候 其实也不见得就是这样的 那今天要讲的东西 虽然刚刚周老师有提到 就是绿盟过去几年一直很成长 其实不是GDP领长是用电需求领成长 我们GDP基本上都还是按照 官方设定的目标 它最早就定到每年要百分之四 我们就用百分之四小时估算 那后来开始慢慢往下降 3.6一直到3.6一直都有 所以就是我们暂时先不挑 挑战官方的GDP目标 而且其实大家如果 继续再去看GDP这个数字 其实非常有问题 不管是它内部哪一些数字的组成 GDP出来之后的分配面 但这些通通都不谈 老师说在先承认官方的 那一个GDP成长的目标 接下来我们看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用电子 就是需求面这一部分 来去做管理 使它达到临成长的一个目标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见得 真的得需要用到这么多点 我想这也是我们跟陈董 会有一个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 会更强调就是那个需求端的管理 那不过我今天的东西 其实没有要花很多时间去谈那个 用力需求领导 在最后的时候会提到 比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当时接到主办单位要跟我们提 就是今天要谈的那个提纲的时候 一开始其实是之前提到 就是我们现在好像面临到这样一个 全球气候变迁的威胁 那哪一些产业会受到冲击 这其实老实讲对 NGO甚至我自己的研究来说 都不是那么简单一件事 就是去看产业上面的冲击 而且我觉得其实 我们当我们在看就是 这样一个气候变迁的威胁 就是上个礼拜才看 秘鲁尔立马刚开完 原本火气候变迁搭配 可是我不知道 我想大家也一定都同时关注到 就那边吵来吵去吵了半天 几乎从2009年到现在 一直都是 维持差不多的情形 我们一直很难去形成一个 很具体的 后进度的 全球的减碳的承诺数字 到底该要多少 以及发展中国家跟 发展国家 他们就这样责任 到底该如何分配 经典大概也还是一样 有着差不多的情形 可是与此同时 就是在立马那边 你会觉得大航全世界都会觉得 减碳这件事情很重要 可是你换到另外一个角度 看的话 我们过去几个月经历到一个 最实际 最能够感受到大家 生活开始跟着产生变化 其实是油价一直在狂跌 然后油价狂跌 所以油链也开始在谈 那我们油价也开始降 油价有那个普通共识版 就已经开始降下来 然后接下来是电价 然后开始跟着调整 然后又开始在去谈 那我们其实相关的民生物资 也要开始跟着调整 这时候我就会产生一个 非常大的困惑 如果我们真的都觉得减碳 然后应对气候变签的事情 这么重要的话 怎么会一看到油价跌了 然后就直接很顺势好 油价跌所有人 我们的所有东西就跟着都跌 至少在中国它不是这样的做法 当然中国官方也许有其他的考量 但是在中国发购 我看到的是 没有错 它的油价随着进口油价的那个 价格跌下去 它也跟着调价 不是与此同时 中国的发购委 也是不断的调生 那个油价当中的 博物税等等其他的规分 话说就是 我们在使用一项特定的能源的时候 它该反映出来的那些外部成本 很可惜 在过去几个礼拜 几个月 那个油价狂跌的过程中 其实好像又再次的消失 然后所以 回到中心的这个主题 就是对产业冲击的这部分 不管是联合委会 还是刚刚油价的现象 我第一个想到是 比如说Tesla的电动车 对 事实上 市场上面已经在预估 比如Tesla电动车的那个获利率开始急剧的下降 只是刚刚才去查到Tesla的股价 在前几天 它其实跌到最近一年内的新低 然后在九月 而且很大 可以看到其实九月的时候 还是它的股价有史以来最高的时候 因为市场已经有力气 所以油价不断分离 那你接下来电动车的那个优因 其实就没有那么下 而且它的售价一直都还没有办法降下 那个平民的机动 所以预估到 2020年原本预估会有50万辆的 Tesla的那个销售量 现在已经把下降到大概就剩30万辆 那个同时也会影响到国内的厂商 其实国内有五家非常大的厂商 是专门在提供Tesla相关领逐件 包括电池 以及包括它的尺寸等等这些问题 那同样的对于Toyota的这种油电混合车 也大概都会有影响 可是大家可能会觉得那这些影响 或者是比较强调大众运输 这样子可以减少太碳排放的运输方式 这些大概都会有影响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影响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有很多团队就觉得 油价都跌下来 大家都过得很好啊 就可以尽量在游泳方面的支出 可以花得更少一点 可是往往是我们忽略了很重要的 就是全球经济发展背后的 环境成本这一套东西 那很多数字我快速的带过 包括TrueCost的一家环境部分公司 它陆继2009年收 全球的环境外陆成本大概高达7.3兆元 跟全球GDP的13% 那根据我们自己的估算 台湾的环境外陆成本 如果是把不是气体白放等等这些 还有有害空气污染物等等这些 都把它纳进去计算的话 大概会超过台湾GDP的3%以上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那除了这些 我们看不到那些成本之后 其实同时也可以看到 包括左上角这张图是 六青在抗战战台里面的时候 右下角这张图 北京在前一阵子在办马拉松说 因为雾霾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所以导致甚至有选手 必须戴上防毒面具来去跑 这些大概都是 我们现在觉得 油价下跌也没有关系 然后觉得全球协后变迁的 一个新的协议 没有生出来也没有关系 反正台湾也不会是缔约国 所以那个影响也许还在很久之后 所以你都不去面对那样子的转型 不去面对那些的调整 感觉好像这一切都离我们很遥 但事实上从来就没有那么遥远 国内的水资源也会受到影响 那必须要依赖大量用水 等于用大量用水 大概也会大量耗电那些采接 它本身有更多的影响 那要用水的同时 又必须要从农业部门去抢水资源 这些就是一个光源消耗 然后导致到最后就是一个 台湾根本的粮食安全 会面临到一个很严重的挑战 等等这些问题 那还包括整体公共健康等 这些相关疫情 这其实都是光源消耗是 都持续在影响的 那回到有的议题的话 就是这就是我很不能 这篇报告其实好像前两年才刚刚出来 就是在讲碳泡沫的一个概念 就告诉我 其实我们地理里面的煤炭石油 天然气这些化石燃料 一场问题是非常非常够的 问题是如果我们真的 这么努力地想要把全球的生分 控制在设施两度以内的话 很抱歉大概这些燃料里面 只有百分之二十二左右 是可以拿来真正拿来烧 有超过将近八成的那些化石燃料 不能够拿来烧 但很明显就回到我刚刚讲 那有点问题 在我们当前的这种讨论当中 这些不能烧的化石燃料 其实似乎就不在纳入考虑当中 那真的你如果都顺着这些思维 然后不去进行真正一个 能源结构思维上面的调整的话 受到的影响包括这些 这是律师剧学会的邱吉德老师 他在帮人家做很多屋顶的隔热 然后家里的隔热 整个家庭的改造 如果电价还是维持在一个 什么样低点的一个情况之下 然后反正油电价爽爽的用 那老实讲 这样子的生意有任何的用意 没有用意 没有必要的 那同样的汉德协会的胡乡老师 他们也是在做建筑隔热这一块 这样也不会有任何的用意 但其实建筑责任它本身的那个 减碳的那个 潜力是非常非常大 那还包括很多相关的隔热产业 就是司马达产业 我们的规范逐渐要出来 但是如果对于既有的这种 耗用那个资源的态度还是会是一样 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那我快速的把它做一个 真的是早上黄老师也有介绍到 那个首尔的案例当中 那首尔的这整个 减少一座核电厂计划 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计划 没有错 那可是为什么它首尔的 就是韩国的整体那个气候 真正的移分还是会那么低 我稍微做一个补充 就是黄老师在简报里面有提到说 韩国令出2020年的减碳目标是减少百分之三十 可是这并不是针对一个基准年的减碳 比如说针对2005年的那一年的碳排量 来去减少百分之三 或1990年的碳排量去减少百分之三 它是根据2020年的那一年 BAU Business HU 就有的那个情况之下来去做减 所以事实上还是持续成长的情形 那这当然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 那首尔是至少愿意跨出这一步去强调 强化自己本身的能源安全 从提升能源效率 这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然后这一部分是去往设很多的功能电厂 让整个能源结构有那个重新扭转 重新去调整的可能性 不好意思因为时间实在是真的不太够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就是我们现在在面临 同时在面临到气候变天的威胁 以及在台湾对于核电一体 存在非常多科学不确定性 以及对于那种风险的 移居的一个情况之下 确实有必要重新去思考 我们跟能源之间的关系 就是人类社会 还是可以过一个舒适的生活 可是与此同时 怎么样去尽量减少能源以及资源的消耗 用一种更有效率更有智慧的方式去使用能源 这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那这也是绿蒙这边就是在提倡移这个 用面学友林生长背后的最主要的关怀 那当然陈老师很特别提到 核能是属于一个系统 是非常大的系统的科技 那在这样的系统回路非常复杂的状况底下 其实是一个高工钱的科技 那当然从科技决定论的角度来讲 当然这个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非常多的意外跟灾难 是不可预测的因素 那当然这也就是今天大家在谈 一个科技治理跟所谓的能源治理方面 必须要重视 那我们以下就请 这个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的陈太良 来研究人帮我们做一个报告 核能议题其实是很广 它不是只留能源或科技 它包括非常广泛 社会 经济 人文 环境 在我们看来我们最关心世代争议 还有一个 我们其实从我们角度 我个人是MBA 所以我习惯用成本 成本效益的角度去分析 而且那个成本不是只有发令期间 是终身成本 从一采矿 一路制作燃料 然后电厂 然后再到出力 然后再后端整个就是 你要把它处理干净 回复到原先 就是环境 就是从一个电厂 没有电厂到有电厂 到没有电厂 然后那块土地要回复到 当初原先的那个样貌的成本 然后包括排汤量 我也是看中生排汤量 那我们收到的资料是 从美国能源局的资料 它其实很诡异 就是各种的发电方式 载子能源 然后白汽燃煤 它其实都有一个每度电的 每K千瓦奥尔的 就是每度电的排汤量 它会比较说哪一种能源生产方式 比较干净 但是你到核能那边的话很诡异 你看到的数据是一个虚假的数据 因为你要去看它后面的fine point 它把后端的处理完全 没办法计算 就是我一旦那个核燃料棒拿出来储存 然后要核费量处理 就是几十年或几百年 那个期间的排汤量 它没办法计算 所以那个是零 可是它那个零的话不是没有 它是目前我们真的不知道 它我要耗多少的能源 或耗多少的碳 去把这个核费量把它处理到 对人类或对环境生态 没有 没有就是把那个 就是辐射的半吹起 把它弄到一个就是对环境 无污染 没有impact 那个 那后面是大文 那是零 那我有两个数据 第一个数据上来 一度电 它说它们自己算是一百多克的排汤量 那是比较科技的 然后后来它有另外一个分析方式 稍微算了一下那个 稍微算了一下前期的这个 就是核 暂时储存的排汤量 它的核能一度电就变成大概两百克 每一度电要花两百克的碳 这样子 那所有所有包括燃气发电 可能都没有可能那么高 唯一比它高的就是燃煤发电 所以核能发电事实上是比 目前我们所知道是比燃煤发电 所以稍微干净一点 那比其他所有我们知道的发电方式 都来得排汤量高的一个燃煤方式 所以 所谓我们政府或台电 一直在宣传说 它是干净的 那个是Apaganda 那个是一个用驱火的讯息 洗脑伤食的讯息 事实上是不负责任的手法 那 我同时 我喜欢从那个 呃 对不起 不是这个官网 是脸羞 对不起 对 我等一下有一个影片 就是前天发生在 领口发电厂的真实状况 那个被行车记录器 记录下来 那个是真实 这个就是我们台电的 呃 的 工程管理的能力 或者是风险管理能力的 写实的 就是前天下午发生的 对 你看了以后 你再告诉我说 如果我们现在是发生在 所有认为核电厂 是那样的情况的话 对于我们自己 生态也好 生物也好 是有什么样的冲击 那 刚才回应 我们 我们 我们用数据来说 因为我们 我们找到的实际数据是 呃 台电现在其实 它跟你说会缺电 但是事实上 我们在燃煤发电这边 因为我们目前已经花了 3900 01亿 去更新 太久换新 把20年 30年 老旧机灵的 换成新的 超超灵界的 南眉机组 那第一部机组 林口这边 一年后 就是20 民国105年 1月开始上线 陆续上线 这样 所以 这种超超灵界的话 就是 台电量减少20% 它的热效率提升20% 刚才很沉重 那边有说 所以我太久换新 空太久换新 燃煤基础 所增加的发电量 超过我所有核电厂 加起来的发电量 台湾不会缺电 这是台电自己的技术 自己的资料 你要在台电的观光 哇 找到真的真的 使命中 找到那个 藏在什么页里面的资料 一小小一块 那是它自己的资料 这是真实的 因为我们目前已经 真的花了 3400多亿 那目前核四 大家都在骂 它大概是 目前花到 28900亿 如果可能还要最佳一算 可能3300亿 所以我们事实上 花在更新 燃煤发电厂的经费 不小于核四 两个技术 对 那个发电量 绝对大于 核四厂 可以发的电能量 然后效率 接收10% 排电量 减少10% 所以事实上 我们暂时可以 把排电量 稍微控制一下 因为我们目前的资料 全台湾最大的排碳 就是碳污染的 污贼是谁 台湾电力公司 所以台湾电力公司 如果它有办法 从发电端 就减少 就20% 不得了 所以我们整个 排电量的quota 因为台电一家的 改善效率 基本上我们就已经 paste过了 这是真实的 真的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 这个 其实我们也是 钻了很多资料 找出来 结果是这样子 然后 另外两个 真实的是 现在我们很担心的是 台电因为想要 合一二三演绎 然后合理厂的燃料池爆满 所以它现在有个新的idea 把少部分的高阶和燃料棒 运到法国二十年 等于说它后处理什么 再会了 这样 那个 消息出来 dietail没有 但是我们知道说 才算一个很小的一部分 目前第一年 当然它那个project 要120亿台币 那 所有dietail没有 但是很好玩的是 我们前面接到法国的一个 能源专业的通讯社 就是要求 要给我们 我们团体说 做访问 要问我们的意见说 请问你们 台湾民间团体对于 这个 你们的合肥料送到法国来 左和后处置的意见 我们下了一条 可见在法国 他们的资讯 已经知道合约的内容 可是在台湾 在场有谁知道说 有些人可能听到说 有这个idea 可是有人知道说 这个细节是什么吗 没有啊 所以那个是廖牆黑商作业 那 可是在 这通要求访问的前一个礼拜 我们刚好有个机会 碰到另外一个 国外的外交部 应该是大使馆 因为没有邦交 所以他用成另外的名目 对方国家的外交官 不是法国 另外一个国家 他甚至给我提说 他们看过合约 他们觉得中间有一段 他觉得会很危险 有什么问题 我们台湾跟法国订阅 另外一个第三方国家 看过的预约 然后知道说 他提出说 这整个合约波程中 他们认为有一块 会有很大的危险 他们认为说 有需要 要在还没执行前 赶快要最好是做步枪 这样 我觉得说 所以我们对于台电 或者是目前 和能的运作方式 如果很 大家觉得公民团有点 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我们不是非理系 因为我们 我们收集到 或者分析到的是 很多目前公开资讯 或者是一般人 他没办法拿到的讯息 那我们综合研判的结果 我觉得 对于我们整个社会 或整个人命的好 其实会产生可能 我们承受不起的 那个负面的效果 是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 我们一直在算成本 我们怎么算 那核部端 其实要处理得好 目前我们已经 手上有的高低接合 配料的总的 要花的总金额 我们很怕说 把 就是15年后 台下自己 还在读书的朋友们 可能今天成交利益 我们可能要丢个 另外丢个 都是算造的预算 让我们要去还 因为我觉得 实在政治上 不行这样做 因为我们对台湾的 经济前景 是不是有办法 就是理想中 永远不断的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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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每个人都 好像高手折 这样的一个 比较 很理想化的一个预设 我们觉得比较爆料 对 所以如果我们收入 没有办法增加 可是我要丢很大的 社会福利成本 包括核负担的 很重的负担 给10年 12年 20年后的 我们的 比较年轻的一代 这样是不是对 我们对这样的一个 比较 只看三个年内的政策 或者是一个 能源走向 非常的 不以为然 我们觉得说 能源政策 尤其是核定 我们要看整个 终身成本的话 世代的正义是 我们很在意的 所以中核分析结果 我觉得 我们会采取 比较对核定 非常保留的一个 态度就是因为是这样子 就当背景资料 你有没有声音 所以这是行车技术系 然后是在 林扣火力发电厂的旁边 我看一下 可以大一点 然后 想像这个是我们的金山 或者是合一或合二场 然后到时候再 这是这次发生的 前面下午的事情 那时候 太旧犯新 所以他要把一个 旧厂房 要拆除 可是台电后来 第二天 马上方公开的 道歉声明 说对不起 因为施工单位 完全 完全估算错误 或者是 他的评估错误 他本来以为 拆的时候 所有的材料 会往倒 就是往 场内倒 然后风向是 从海边朝 场内吹 可是这是真实发生状 他不是全拆 他只拆一个 一面墙 可是他计算错误 整面 整个大楼 整个坍塌 我只要打这面墙 今天的进度 是这个墙 他不知道 什么去施工 或什么去控管 然后整个 这个墙一倒 让整个 就是整个大结构 就当场 然后这个是那个驾驶 开车 开到那边突然 紧急煞车 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 热灵口发电厂 然后下午四点 对 那万一这个是核电厂 它是有 那个厂房是有 就是有 有带辐射层的话 那怎么办 我们大概五年后 十年后 就是要拆核电厂 那我们那时候 是不是台电的这种心态 或者他的这种公安 或者是环保的意识 会不会说马上改进 或什么 我们看不到 足以让我 产生信任感的 的 进步的迹象 这是实时发生 那不是我们 就是 你看下午四点 四点十分 嚇到了嘛 还好那时候 那个西兵市 车的量比较少 所以他可以从大概八十公里 紧急刹车 然后看看情况 慢慢开 很吓人吧 这是我们 就是所谓我们台电很 比你为傲的 所有工程 工程品质 或是施工态度 对 眼见为真 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很多的资讯 包括 如果我们不要核电 我们有没有什么替代方式 其实有 同样的时间 就是 同样就是 十七号 我们在高雄港那边 有一个全台湾第一个自制的 波浪发电的 试源机组 第二代的 他第一代已经试验通过 所以现在 我们能源局和厂商合作的是第二代 已经开始 开始实际操作 在测验 然后明年的 大概再过两个月 他们拖到基隆外海那边 做了最后阶段 然后我们政府应该 能源局的原始规划 全台湾应该有八个海域 可以装设 现在这样的波浪发电机组 如果顺利完成的话 应该可以有四个小型的台湾产镇 的发电量 全面供应 然后因为波浪是中年不息 所以它是积载的 它不会有日赤入入 因为海浪是 constant 它就是靠那个动能转移 发电 对 让台湾有 另外 另外 能源局十月份的时候报导 我们政府的计划 已经在执行中 也是今年第一集 开始四份床商 废热发电 就是利用很多 中刚也好 刚才正常能源讲 很多废热 我们政府自己估计是 废热 总废热 我们现在没有回收 就直接当那个排放物 就是排到空气中的 一年的发电量大概是 881度的 相当于881度的那个废热 转换成热化 那我们核四厂 如果两个基础都 顺利运作 一年也不够221度 所以我们当废热的 可以回收来 发电的资源 其实是四个 四个核电厂的那样 它都不会缺点 那我们走替代能源 不论风力发电也好 太阳能源也好 或者是飞锐发电也好 技术是我们自己的 然后产业 产业链是在台湾 然后我增加就业机会 然后我 我把排掉量减低 然后每年两兆多的 外购的那个燃煤啊 什么什么燃料成本 我如果省个百分之十的话 对于台湾整体经济 我们就地的就业经济 产生多大的燃机效应 我们看的是这个 所以我们觉得说 台湾的整个社会 应该要朝向这个方向 然后有形成整个分体共识 说好 我们就是要能源转型 我们现在朝的那种 健能 还有力能发展 就是这样 再犹豫下去 其实就 就伤害到我们自己的世界 因为我们看来 大概有十年的 window of opportunity 就是机会支撑大概就 差不多十年十五四几年 如果我们顺利的 很勇敢的下去做的行 能回收率是非常可观的 谢谢大家的思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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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跟今天我们台湾面对的问题 非常相近 他说科技这么复杂 最重要的是一个 这个国家也会照宪政民主 去进行资讯的透明 跟风险的沟通 那如果有或没有的话 会各自生产什么样的一个管制文化 那从刚刚几位的报告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大家对台电所释出的资讯 透明度 大家都是存疑的 第二个事实上这样的一个管制文化 是在引益非常多的资讯 这是非常大 今天台湾面对整个能源转型的危机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台湾的能源转型 其实可能有非常多替代的能源可以来进行 或是有各种替代方案 像刚刚不论是陈总长提到 天然气的替代方案 或是其他的再生能源的替代方案 或是说过度哪一个时候是 对 先使用天然气 然后怎么样进行各种替代 我想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台湾 其实能源转型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 治理的转型 就是公民的参与 我想今天我们特别提到 我们的公民团体都可以的确提出 这么多精彩的数据 我们也有版专家 这个厄立伟博士在这边 那陈总长都可以提出这么精确的数据 来challenge各种台电的方案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乐见 好 好 好